我们曾经报导过农委会从去年开始示范小地主大电农政策 鼓励一些老农民把收耕的土地租给专业的经营者 但是执行到现在却引来正反两极化的评价 我们来看看以下的报道 鲜红的火鹤趁着绿叶 这片花园全是高雄县内门乡产销般的心血 精心培植的火鹤外销到欧美和日本 一年订单上亿 产销般扩大规模经营 刚好碰上政府推广小地主大电农的政策 用便宜价格乘租农地 班长说成本节省不少 可以扩大生产链机 解决我们这个花箱量不够的问题 三年之内应该有三分之二的产量增加出来 依照新政策 乘租95年到96年间连续两期休耕的土地 地主每公顷租金5万元以上 乘租电农可以获得4万元左右的补助 等于花1万元就可以租到1公顷的土地 不仅降低成本 因为扩大种植面积 火鹤的产量增加 去无存经品质更优良 政策事半阶段不止乘租的人较好 出租农地的老农也认为 退休之后还能有一笔收入 这个土地来做我们合作农金 他们这经营 我们可以过到更安心 养受到退休 农民说希望这样的政策 也可以吸引更多人投入农业 不过有失业者尝试转业务农 却发现没有想象中简单 不是说我们想象那么简单说 我就是我只要付出劳力 我就能收成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方面我们很欠缺这些专业知识 另外也有学者忧虑 把土地出租给大电农 恐怕只是用地权重新分配 因为出租土地所得不多 大电农可能获得较多利润 农村贫富差距或许更大 而农委会表示 最近将扩大举办政策说明会 倾听各界声音 记者综合报道